大家好 养藏寿花呢 咱们平时可以适当的喂点它 它才能够很好的花药分化出来 如果没有极西的喂点它的话 它单单长叶长根 还忘记了修建花苞的抽出的话 是比较难的 那么用什么肥料喂给它好呢 其实就是零钾肥 因为零钾肥它是一种素花肥 还有促进根系的生长叶片的光合作用的 就是这种零酸钠钾 高纯度的零酸钠钾 纯度大概达到95% 所以使用一些高纯度的零酸钾 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7-10天使用浇灌一次 咱们可以兑水给它直接浇灌 就是大概2克兑上1800毫升的清水 给它直接浇灌就可以了 大概每7-10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起到很好的触花触芽效果了 所以不单单给它长根长叶 一定要简单的用种肥 给它触一下花也是可以的 这样就很好的促进它 快速的抽出花包开出花朵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